Hello, 大家好, 我是沙 今次介紹沖繩的三夜四天行程 首先, 去到Google's Map 然後去我的地點, 去地圖, 建立地圖 我們第一天會去Naha Airport Airport有四種交通工具 我建議大家乘搭單軌電車 因為它密度比較高 好了, 去到你的酒店 我建議大家去國際通 美食天堂, 購物, 手信 各方怎樣去規劃就不說了 我最主要說行程 去完國際通就可以去第一木製工設市場 也是吃東西和買手信的地方 因為第一晚, 可能只有黃昏 我建議這兩個地方已經很好 我們去第二天 第二天我建議大家去參加觀光巴士 需要預約的 但你在香港上網預約也可以 你看看, 第一天在地圖看到 兩個市場都很接近 第二天是去到旅橋站 單軌電車的旅橋站 有觀光巴士公司 我建議利用這些巴士公司 他有參加旅橋 首先你會經過Narekane Bridge的橋 它就是橋上看到很漂亮的海景 以及見到一個叫九高島 以及Komaka的島 這個橋是非常出名的 打卡的聖地 第二個地方就是知念押公園 這個也是很值得去的風景 很漂亮的 以及很多人玩滑翔傘 然後去完這個公園之後 這個Day Tour 多數行程都會帶你去 沖繩的世界文化王國 以及浴泉洞 這是一個歷史文化自然的地區 還有各樣的活動給你參觀 這個被稱為東洋第一的中雨石洞 叫玉泉洞 是一個很神秘的氣氛 這個經驗是非常難得的 還有其他古色古香的表演 然後他們會帶你去賴翔島 你看到圖上面 賴翔島是一個很特別的 有希臘海島風景的建築物和商場 來到Day 3 去哪壩拍廣海鮮魚市場 早上開6點 晚上收6點 魚市場有大約40個攤檔 都是吃很便宜的魚生 還有很多燒烤的食物 例如烤龍蝦、生蠔 也是很便宜的食物到飽 去完這個食魚市場 既然在這個坡港碼頭 Turmarine Port 它本身這個Terminal 搭船的Terminal 也是很漂亮 看日落一流 這個碼頭在沖繩本島 去到離島的交通港 你可以玩什麼呢 水中半潛艇觀光船 一日有五場 出航時間大約是9點 10點15分 早上11點45分 下午2點 以及下午3點半 下午3點半 如果不去海港 早上去海港 吃完東西 以及玩完觀光船之後 可以去波茲上海濱 是一個那巴唐唯一人工的海水浴場 沙灘非常漂亮 而押納在斷崖的沖繩第一神社 也是沖繩很有人氣的景點 既然去了波茲上海濱 為什麼不去買波茲上海濱 因為它在2006年被指為 那巴士的史跡文化遺產 我認為非常之好 既然又出海了 又去了沙灘玩 如果你未救猴的話 我又可以介紹你去新都心 是其中一個單軌電車的站 裡面有一個叫做 Naha Ming Place 或者是San A購物中心 就是美食天堂和購物的天地 日三左右 又可以玩又可以吃又可以拍照 好了 日四 日四 如果搭乘港龍 應該是下午Departure 你還有一個早上去Shopping 我會介紹你去沖繩的Outlet 購物城叫Ashibine Ashibine是一個Outlet 裡面有很多美國和日本的品牌 國際品牌 服飾多數集中在第一層 其餐廳、美食和生活百貨 就在第二層 總共大約有328個品牌 好 好了 你們慢慢逛了 有些車 我那個Description都寫了有什麼交通 你自己看回 營業時間是早上10點到晚上8點 另外 In case你沒有看到我福光的 用Google Map去做行程規劃 現在再說一次給你聽 你可以把它分享給任何人公開 就像我這樣 稍後會把連結放在YouTube影片下面 另外 你可以看到 你如果看回的話 拿一條連結之後 你會看到 Day1去什麼地方 Day2去什麼地方 Day3去什麼地方 Day4去什麼地方 如果你不能上網 也可以把它刷出 我今次就介紹 這個沖繩南部 3日4夜的行程給大家 OK 分享給你的朋友 因為你拿一條連結之後 你可以分享給你的團友 如果你自己設計的話 你可以選擇 但因為我不想讓人選擇 我創作出來的東西 下次再見 拜拜